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涛TV的石涛news 这两天在节目后面,都有人在问说 涛哥你这边这个耳朵怎么会那么红透红透红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一开始没太注意 那可能是光照的吧,我觉得应该是光照的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光照的 那也有朋友说,最近不对 你说减肥怎么立个灯呢就减肥了 我不知道,说心里话不知道 刚才因为有两三天了,因为一直有朋友不说 所以我注意一下,我也觉得 我说这两天怎么变得还年轻了 原来还年轻了感觉上 等于是个玩笑了 当然也有朋友讲说,涛哥你的咳嗽怎么一直没好 那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我记得有期节目跟大家介绍过 咳嗽最厉害的时候去年十二月份 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 那我自己咳嗽有个特点 一做节目就咳嗽,不做节目就咳嗽 真的 这个不好说什么了 因为 只能说大家有真正有信仰的人 或者说有修炼的人来讲 他能理解一些某种说法 如果放作一般的这事的话 这事不好说 我只能跟你这么讲 很多事情都是对应来的 一对一对应来的 有佛必有魔人,有人必有鬼 这世界上的一切这么对应着来的存在 就促成了今天人怎么面对同一件事情 怎么看待 对吧 酒肉穿藏过佛祖心中流 凡人要学我必然进什么 魔道 大概是 这是昨天节目中 我们引述了所谓的这个 寄功和尚的一段话 我忘了寄功传里是不是有这段话 那就忘了 大概是他唱的歌 所以这取决一个 一个对生命认识的问题 就是每个人理解不同 那说人变得年轻的 其实在今天早上我看文章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朋友留言 他在 昨天他在悉尼下午的时候 看了神经艺术团在悉尼的演出 第一场 他说买票买晚了 所以他而且只能看下午场 结果买了第一排 大家知道那第一排看跳舞的话 第一排可是比较不太好的地方 太近了 东西靠太近了 他就看不全了 他实在是看不全这跳舞的 那后来他讲说算了 干脆就把虚焦了就得了 虚焦了就是看不着看不着了 但是也因为他第一排 所以他能看到乐池里面的人 神经艺术团每个团都带有大型的 等同的乐队的 那不是放喇叭的 不是放CD的 他说带乐队的 那他自己讲 他说涛哥我看乐队的时候 给我有点吃惊了 他说这乐队里的都是孩子 他自己说啊 都是孩子呀 十几岁二十岁左右 大多数都是这个年龄的孩子 他说这个不太 他已经四十多了 他说这不太可能这个 因为音乐不等同于其他的 跳舞人说是这个养少不养老 对吧 音乐可不是 那音乐拉琴吹号 指挥那个 那个可得要阅历 要生活 要他的生活经历 对吧 那不同的生活经历 对同样一个曲谱来讲 谱子来讲 他在解读创作者 本身的含义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东西一定是有一种心灵感应的 那一般的你随便拉拉二胡 不是拉二胡 拉提琴跟谭棉花区别不大 都是两根弦 然后拉二胡跟谭棉花区别不大 都是两根弦 谭棉花是两根弦 拉二胡也是两根弦 谭棉花就当当当当我见过 那小时候见过 那时候在西丹商场 在西丹那边老有谭棉花的 所以那时候后来 六七二年七三年 西丹西丹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西丹百物商场 边上那时候有一个西丹体育场 在西丹体育场跟西丹百物商场 中间有一些小胡同 其中有一家是卖包子的 后来传说那卖包子被警察抓了 为什么呢 他把河南谭棉花的那个 那个大人带的孩子给杀了 人肉包子 那时候吃不着肉 人肉包子 说出事呢是因为 有人吃包子吃出小母鸽来 直接干 吃饭的时候你别妥 人们对小熟的一些事情 记忆最深刻 记忆最深刻 所以那是 你说谈棉花谈到这儿 那音乐回过头来说 这音乐不同于别的 对吧 音乐不同于别的 所以这个朋友留言说 说实在让我吃惊 我看年龄大多数 二十岁左右 还能上三十岁的能有三四个 他能到我这个年龄 到他那个年龄四十多岁 他能看 他说我目测的话也就一两个 这么年轻的 这么年轻的乐队 但他奏出来的音乐 他自己讲那是天籁之声 从来他从他万万他没想到 他完全没想到 他说因为我在第一排 既然我跳舞怎么看我也看不全了 因为那剧场那个那个舞台那么大 他太近了 他既然我看不全了 那我就我就把我的精力 我眼前虚焦了 我听他的音乐 他说太美了 那是真正的完美无瑕 那是他说这是真正的完美无瑕 只是让他想不到 就是年轻人都是年轻的 而这些年轻人很很特别 在演出前几分钟的时候 说大家都闭眼 不说话 抱着自己的乐器 他说有些人呢 在音乐刚要起 就是演出快要开始的时候 还亲吻一下亲近自己的乐器 那但是在演出的过程中 他说他们那种内心的平静 那种内在的生命里面展现出来的平静 使得他跟他的乐器本身浑然一体 他的乐器不是他的身外之物 乐器却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这个朋友说的这不是原话 但基本上是这意思 能够把乐器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 这是让人们感觉到天人合一的一种感受 通常说的天人合一 那天人合一是什么 对吧 天人合一是什么 其实在我个人眼睛里 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灵魂的时候 你就叫天人合一 人我们通常概念就是我们肉身的自己 那天是什么 天是什么 天皇地皇人皇 福西神农轩辕 天地人在我们身体上存在 那天在哪天在这 对不对 那说准了就是天灵盖这地方 小孩子婴儿出生的时候 这地方是开开的 不能碰的 所以你看那小小子 剔秃瓢的时候在那留走毛 不能碰 碰 小叔就说那孩子要碰那地方死了就 随着长大这个头盖骨夸长河了 那地方对应的就是泥万宫 就是我们说的魂 人的灵魂在那地方 天人合一 肉体 当一个肉体的欲望失去了它的被抑制住 而肉体的本身却跟身体灵魂为一体的时候 就是天生合一 如果一个赛车的车相当于我们身体 而赛车的人当他全 我们通常说叫全身贯注的时候 他把车跟他的人融为一体的时候 那车跑起来的概念是不同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有过这种感受 对不对 任何身赖之物 当跟你的灵魂融为一体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这个氛围的时候 那是生命的快乐 那这个朋友讲得很清楚 说那些年轻人在我看来 他的音乐 他的乐器跟他生命是一体的 那绝不是跟他的身体是一体的 那显然是分开的 但是 如果这些年轻人 他的外在的一面 能够让人感觉到极其平和 人们的感受 极其平和 那而他内在的一面 他的灵魂的一面 可并不像他长相那么年轻啊 不一定的 那他的生命的积累 生命的感悟 他对整个音乐的理解 以及整台曲目本身 演出的整体的内在的灵魂的部分 他自然就会使得 他的乐器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有形的乐器 小提琴长号小号 跟有形的身体是同在的 那无形的灵魂能够跟他融为一体的话 那真正就是生命的展现 对吧 所以我们通常指的天才 其实就是他的灵魂的使命 在现实环境中展现出来 在现实环境中展现出来 那在我的节目中 其实我基本都是跟大家分享这么个概念 眼前看到的一切 你都能会明白的人 都可以从生命的另外一面 能够诠释出他的原因所在 本来今天呢 本来准备另外一篇文章去谈这个香港的问题 就是香港 香港这个双学三子呢 在中级法院被判无罪 上诉成功 但是中级法院的具体的判词呢 应该说是相当的寒冷 虽然这三个学生被判被判这个维持原判 不会被香港政府的律政司的司长 袁国强下黑手而送到监狱 再蹲半年到八个月 但是中级法院的法官的判词 却封杀了在香港 法律 人的言论自由 人的政治自由 人的这种游行 选举跟被选举的自由 人的基本权力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本来是要用这个 那我在这个节目中 我在原来的词中呢 曾经用了个词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香港出现的问题 就这一次出现的问题 它原始于张德江年 张德江时的人大释法 原始于人大释法 而人大释法最邪恶的地方 它的基础在哪 人大释法的基础是在 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那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一部分 那作为人大立法机构 它有权解释基本法 这是它最邪恶的 表面看起来顺理成章的 那我们这是一个国家 对不对 一国两制 我维持你香港的制度了 但是你隶属于我的国家 我们隶属于中国 所以在有关司法解释不通的时候 我作为立法机构 我有权解释你 给你解释法律 这是它最邪恶的 那如果有权解释法律 当初就不叫基本法 基本法的确定 是它的身份 是它的身份 法律上的身份 政体的身份 一个国家 两个制度下的身份 是跟人大并驾齐驱的 它却用了爱国主义的概念 去强就是国家的概念 强奸了基本法 强奸了香港人民 而人们会认为 这是能接受的 在今天中共的体制之下 因为它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 关系到国家外交问题 那安全与外交 国防 这是归中华联民共和国 国家政权来统领的 对吧 来统领的 但它里面最邪恶的在哪 最邪恶的就是 你是我们一个国家里面的 你是我们一个国家里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说 为什么我说要做那期节目 结果今天因为文家宝的事 我就改了 但是要把这段话说出来 人大释法对基本法而言 相当于共产党家里面的一个大官 共产党家里面的一个大官 共产党体制内的家里面的这些老爷们 他们的儿子娶了个媳妇 对于他就是儿媳妇 对不对 那这是一家子 但是呢 媳妇对媳妇是相等同的 老爷的媳妇跟儿子的媳妇 这两个家庭是相互独立的 现在不是 现在共产党高官的这个家里面的老爷说 爸儿子是我的 你在我这个家里面 所以当你嫁给我儿子的时候 我今天你先得跟我睡一觉 要不然你会拆党给我们家带来威胁 因为你是外星人 大家听懂了 人大解释基本法相当于老公公跟儿媳妇睡觉 就这么回事 这是以家的概念出现 其实是一个道德沦丧 丧失伦理的一个最邪恶的做法之一 从而衍生到今天 有关人大使法跟对基本法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我自己想过很 因为牵扯到两年时间 最早的是两年前 我忘了是2015年2016年 来进行这个香港基本法的解释 憋了好多年了 所以昨天是前天 我把这事儿捣清楚了 中间的关系是这么个关系 中间的关系是这么个关系 所以基本法就相当于儿媳妇 她是有尊严的 你家老爷子把儿媳妇睡了 就是要解释基本法 那这种尊严跟你家老爷子的媳妇 他们俩本来在家庭概念中 在人的概念中是对等的 是平等的 对吧 咱老爷子说了 你儿子那钱 没有你老爷子 你儿子挣着钱嘛 所以你得跟我睡 你得听我的 相当邪恶 那这种看法呢 今天呢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就在两个小时之前 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谁写呢 大卫章 是纽约时报的 在13年前 2005年 2003年到2005年 纽约时报 驻上海的首席记者 现在的纽约时报的 傅猜德 在同一个时间里 是彭博通信社 驻北京的记者 在2012年6月份 傅猜德写了一篇文章 直接打击揭秘习近平家族的财产 2012年10月26日 大卫章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 来对垒江泽民获胜的整个十八大中共党的核心 所以大卫章呢 大卫章呢 大卫章呢 就是 因为这篇文章 当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而在获得普利策奖前夕 2012年11月3号是4号 文家宝发出公开声明 要状告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非常坚决的站在了大卫章 他的记者身后 说谁告我 我也跟他可以干下去 所以在2012年18大 文家宝遭遇了滑铁卢 那应该讲 所谓的国内的中共上层的改革派遭遇了滑铁卢 典型的代表 汪洋没能进入常委 这就是当时的原因所在 本来 张高丽的位置应该是汪洋的位置 结果汪洋没有进去 那 薄熙来被抓 所以 纽约时报的大卫章 彭博社的傅猜德 参与到中共 从2012年前后整个这种冲突和对垒中 傅猜德 演绎了五年 到现在 去了纽约时报 他拿出来的东西依然在打击习近平家族 他没有新的 他们共同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一句话 说我们从公共环境中拿到的资料 但是 比较特别的是 傅猜德从公共环境中只能拿到习近平家族的资料 而大卫章从公共环境中只能拿到温家宝家族的资料 而在整个对垒中 薄熙来遭遇了两次温家宝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所以在他中共上层的搏杀中 温家宝真正成为了习近平在政治命运当中的救命者 今天一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前 大卫章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 在中国抓捕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意人 而这个生意人却与温家宝家族有着紧密的联系 他的标题就这么写的 而我们也将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呢 因为是英文的 所以我这里首先声明 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中文版本 我个人的英文水平有限 它的准确程度 它的准确报道要仰仗人家英文的 这个咱们把话先说前 如果我在跟大家分析当中 如果难免有些我没有看到位的 我这里跟大家道歉 也跟人家报道本身的道歉 那我道歉在先 因为这涉及到具体的人了 所以以英文版为准 并不是我说的为准 这个咱先说清楚 因为写这篇文章的人两个 一个是大卫章 一个是傅财德 这个正好是这两个人 在6年前2012年 大卫章当年打击温家宝 那傅财德当年打击习近平 这是都是从财产上下手 所以这篇文章呢 他们合伙 它的标题让人想到的 直接冲的是温家宝 但是内容里面不是那么回事 内容里面不是那么回事 这是很有趣的概念 可是呢 它已经产生作用 三个小时之前 我们先跟大家阐述我看到的东西 周峰索先生就是一个 六次过来的一个学运领袖了 周峰索在他的推文上说 纽约时报重磅消息 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 段卫红已经在被捕调查 自去年9月份失踪 而出事的原因 是08年北京机场的开发项目 那个08年北京机场的开发项目 在当年的 今日点击当中 应该有触及到段卫红 段卫红这个人 段卫红在2012年 温家宝被《纽约时报》揭露 母亲、儿子、妻子等持有 60亿美元平安保险的股票中 那段卫红公开表示 温家宝家族的亲人 是为他代持的 在这篇文章里 他没有任何太新的资料 他大篇幅的回复了 重温了 就是把2012年 当时大卫章报道温家宝家族 那个内容再次翻出来 大家听懂了 炒米饭 蒸了一锅米饭 然后韭菜花炒 葱花炒了一把 鸡蛋又炒了一把 然后加了点青豆又炒了一把 加了点胡萝卜还炒了一把 最后没招了 加了点酱油 撒重点又炒了一把 实在不成了 加了点虾仁 从米饭到炒米饭 到鸡蛋炒米饭 到扬州炒米饭 不叫扬州炒米饭 然后到一个海鲜炒米饭 看炒了800回这米饭 而何清莲女士呢 针对周峰索先生的短语说 这条消息太过重要 习近平的反腐看来是 萝卜一个一个的慢慢洗 洗到谁算谁 那谁 他的意思就是 同样温家宝看来也很难说了 去年 邓小平家的孙驸马 吴小辉被带走调查8个月 今年1月份出来时 9000多亿人币的财产 安邦易主 那王健林的公司负债率高达70% 从去年以来大量变卖资产 据说只降低了5%的负债率 那王爷贝勒陈公黄商 都觉得遇到了真正的雍正爷 那雍正当年就是 应该叫什么斩草除根似的 对吧 雍正当年反腐的时候 也叫反腐败 据说没有雍正的反腐 就没有后来的乾隆的盛世 有这么说法 但雍正大开杀戒 那是事实 那这里咱说哈 还说反腐中确实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没有看到这个 啊 习近平杀人 有朋友抓这句话 不放 没用的 他没杀就没杀 杀了就杀了 好 段伟红是这篇文章的主角 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 我再重申一遍 我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我只能看到英文的 我的英文水平有限 一切的准确 以人家原文为准 但他的背景资料 我刚才介绍很清楚 2012年在我眼睛里 文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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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财德跟这个大卫章 都有着中共最上层权斗 真正力量权斗背后的背景 在傅财德的所谓从公共资料 中调查出来的东西 没有任何江家邦所隶属的人员的资料 他说是从公共环境中拿到 在大卫章 在打击温家宝书 人们质问说你的资料来源 他说我是从公共环境中拿到 任何人都可以拿到 但他也从来没有拿到过 任何江家邦的人 资料没有 而他们两人 包括傅财德在2013年 是2014年 被这个彭博社开出之后 转到了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针对他踏实的状况 曾经猛烈的攻击过彭博社 在这个背景之下 傅财德在纽约时报披露出来的内容 就像我刚才说的 围绕着习近平家里面 进行炒冷饭 而这篇文章是更加的炒冷饭 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以为他们背后有着某些故事 因为他的方向性太强 他的解说太不值得推敲 有人说他拿过普利策奖 没关系 拿什么奖都成 拿个胡萝卜奖都无所谓 那是他的事跟我没有毛关系 但他做的事情 他爆出来的东西的偏袒性 他爆出来东西本身的方向性 我这人不会看别的 只会看这个 就这么点事 所以我看着英文说中文 咱一再强调 所以没有什么对谁好谁不好 以人家英文为准 如果我说错了 我这里先道歉再献 所以等明天人家中文出来再说 在中国的权力机构 已经扣押了一位 抓捕了一位 非常富有的投资者 而这位投资者 在过去时间里 跟温家宝家族 跟温家宝家族的相关人员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生意上 所以一个非常清楚的迹象 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表明 在过去五年里 习近平在反腐斗争中 在反腐的过程中 利用了五年时间 已经接近了他的反腐对象 接近了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 也可能当打击最高层的最高层的领导人 这里指的是指习近平要打温家宝 这是他这么说的 习近平要打温家宝 所以他的做法 他的笔触写法 你让我感觉 可能在北京跟上海待的时间长 越来越像 这个孔子学院教出来的东西 有点像 段卫宏49岁 今年只有49岁 相当年轻了 那他跟温家宝的亲人 建立起了无数个公司在中国 从2003年到2013年 在温家宝身为总理的时候 而在这个 他说段卫宏是在去年19大之前被抓的 根据三个朋友 他说根据三个朋友 和一个在生意上有往来的人 那得到的消息是这么个消息 也就是说他来自于四个来源 而这消息的四个来源 同样的他通常的说法就是 不愿意透露姓名 那纽约时报原来是经常有四个来源 路透社是四个来源 基本就是这么回事 路透社出现过一次五个来源 南华早报原来通常是三个来源 就这么说了 戴卫宏 然后说是一个 戴卫宏这个人是在2012年 纽约时报 对温家宝家族报道的相关内容当中 设计到27亿美元财产的那篇文章当中 他是中心式人物 核心式人物 那我手里就有 我手里就有 纽约时报当时中文版的报道 2012年10月26号 总理佳人也隐秘的财富 这是纽约时报当时中文版 现在中文版还有呢 我们在节目中当时报了 当时跟大家报的分析就是 江泽民、曾庆红发力 透过纽约时报打击温家宝 透过彭博通信社打击习近平 其实在当时 同时透过了 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 攻击了胡锦涛 主要打的是胡锦涛的儿子 主要打击了胡锦涛的儿子 我忘了是在首都机场的有关 什么X光检测仪器的 这是同时发力的 而打击胡锦涛的时候 时间呢跟打击习近平的时间是一样的 6月28号是6月20几号 文家宝的时间靠后 三家海外媒体 都是大媒体 分别打了三个家族的人 说法都是 他们的资料是从公共资源拿到 但是被他们从公共资源拿到资料的 中共上层 却都是江泽民、曾庆红的敌手 从而促成了十八大 从而促成了十八大 江泽民获胜的结果 就这么回事 听辣了咕叫不醒 你就瞎扯 我跟你讲就瞎扯 所以这篇文章我看过来之后 我跟你讲 傅才德跟大卫章 叫什么 江郎才进 没东西了 真的没东西了 他从四个 四个源头来到什么资料 他说这里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明 证明了段卫红已经被抓 而且也并不清楚是谁抓了他 为什么抓了他 和他如何被扣押 那曾经跟段卫红联系过 跟他的曾经给他的办公室 和他的 给他办公室发过 E-mail和打过电话 但没有回音 他说 透过电话找到了一个 跟段卫红应该是有着生意往来的人 说 任何与段卫红被抓的消息 相关的消息 都是都会触怒到今天中共的当权者 权利者 而且呢 会给段卫红带来更大的麻烦 他文章里就这么解释 那在我眼睛里 上来先说段卫红被抓 而段卫红被抓呢 是肯定习近平在砍温家宝 然后说段卫红呢 是2012年大卫章 是同一个人报道 大卫章调查温家宝家宝家族的核心人物 然后就说你现在找不着人 跟他对不着 然后一个跟他有生意的人说 伙伴说 这事不好说 这事说了段卫红更麻烦 然后呢 我们只能作为听课了 所有观众也作为听课了 我们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我们没有任何质疑的可能 我们也没有任何渠道 会得到会去说这篇报道的 它的准确程度有多高 我说英文 我要看错了 我还说跟大家可以说 以人家英文为准啊 可别听我的 明天人家中文的翻译过来 听人家的别听我的 咱们尊重纽约时报 但我还能这么说一句 大家心里有个谱 反正小子说错了 那个到时候明天看中文 他那个真没招嘞 没招嘞 2012年傅财德的报道 2012年的大卫章对温家宝的报道 没时间没有那么多 如果有机会你看看 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所以大卫章在2005年在上海 傅财德2005年04年03年在北京 那是江泽民曾庆红最得意的手 最得意的手 他说另外一个人 这个与段卫红关系很近的人说 他可能已经被抓 被抓的原因呢 是段卫红跟已经下台的孙政才有关 而不是温家宝或者温家宝的家人 他跟的很准确 然后跟孙政才有关 要跟孙政才有关 跟现在的环境是吻合的 跟现在的环境吻合的 但是如果跟温家宝有关 这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不对 我节目中跟大家说过 我说温家宝两次帮了习近平客观上 第一次 温家宝2007年 如果不是温家宝跟吴怡 祖姬薄熙来 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 当年的薄熙来 2007年 是商业部长 准备要进入国家副主席 成为当年的习近平的位置 接班人 但是遭到了温家宝跟吴怡的强烈阻击 所以造成了迫使薄熙来遭遇滑铁炉被发配到重庆 曾庆红面对那个场面 用他的身份突然推出了习近平 习近平渔翁得利者 习近平从浙江省委书记一步上到接班人 中间他不是被培养对象 中间他没有在大部委中任过职 他进入到那个位置之后 又回到上海市任上海市委书记 来填补他仕途上的空缺 所以在温家宝遭到 在薄熙来遭到温家宝阻击的时候 当时都说李克强会成为总书记 结果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情况下 习近平突然出现了 把李克强顶了 这就有点像后来的孙政才对垒胡春华 没孙政才什么事 一直是胡春华 结果突然出现了一个孙政才 2012年11月到重庆去 那就是接班人的概念 对吧 舆论宣传都在那 那怎么会从地方 一个重庆市委书记 会成为接班人呢 那习近平当年是从浙江 直接去的接班人 所以那是温家宝第一次打掉薄熙来 造成习近平愚翁得利 但习近平蒙在鼓里头 第二次就是2月7号2月6号 2月6号2月7号 这是王立军叛逃的纪念日 王立军叛逃 那重庆市崩盘 3月14号 温家宝在两会的结束的人大会的记者会上 故意拖延了三个多小时 一直等到路透社记者向他提问 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 温家宝说了15分钟 把自己跟薄熙来拴在一起 促成当天晚上 政治局常委表态 是保温家宝还是保薄熙来 四张票 保温家宝 四张票 保薄熙来 最后一张票 习近平打死薄熙来 保住温家宝 五年过来 没有当时的温家宝 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 没有当时的温家宝 今天的习近平可能已经死了 可能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文章里很有趣 那我们可以看到孙政才的故事 在段文宏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应该是高的 但他不是 他报道上 题目上再次把一个温家宝拿出来 而不是孙政才 那打孙政才 就顺着习近平 打温家宝 逆着习近平 那大家就明白 那大卫正跟这个傅财德 一直在履行着人家的工作责任 没错吧 拿了人钱得替人办事 我可没说拿谁钱 人家是纽约时报人 挣纽约时报钱 开玩笑 纽约时报多大大楼 那在曼哈顿 在时代广场 那有一号了 那有一号了 文章接着说 截至到去年 孙政才一直被作为党的最高的接班人的一个候选人 最可能会接李克强的班 他说这样接李克强的班 不是当时孙政才是要接 他的世仇是接习近平不是李克强 但是去年七月份 他被拿下来 从最上头拿下来 那 而被拿下来之后呢 在整个全党当中展开了普遍的调查 这是他报道当中这么说的 段卫红与孙政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不清楚 但是他和他的前任husband的先生 运作一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呢 是在北京当地 当时在北京当地在圈 北京的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机场上的一块地 那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 那根据公司的记录显示 那孙政才呢 那个时候是北京市的 是北京市的高级官员 那孙政才在顺义 首都机场的位置是在顺义 我不知道08年孙政才是不是 是顺义县的县委书记 顺义县的县长 现在叫顺义区的区长 刚刚这个月的财 财新周刊的封面文章 他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女人 是孙政才最长的情人 那那个女人同样是在顺义 在孙政才任顺义区的区长的时候 从那起步的 但是呢 后来孙政才到了北京市 任刘琦的 应该是刘琦跟贾清 刘琦的秘书吧 大概是 我忘了啊 所以他他这里说 他这里说 段卫红在跟他的先生 在08年 拿那个首都机场那块地皮的时候 正好是孙政才是主管北京市的 官员之一 是 没错 那时间上是这么对的 孙政才下台 那显示习近平的权利 那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影响到 与孙政才相关的 几个不同的资深很老的官员都已经下台 我不知道这是指的重庆还是其他的 他说呢 对他们展开调查 而调查的本身呢 是从他们的家 是从他们的家庭成员 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单位 展开调查的 他说 同时呢 应该作为中共的调查机关 对温家宝同样 已经展开了不寻常的调查 他说这种调查是不寻常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在他的前后故事中 文章从上到现在 前后的故事中 只说这个女人被调查 对不对 这个女人被调查 而这个女人调查 他皆是比较亲密的 比较关系 甚密的是孙政才 他前后有这种 前后的关系发生了 而温家宝跟段位红之间的关系 是2012年之前 2012年的报道 已经完全被接盘了 而现在 在他没有任何报道中 没有任何铺垫的背景之下 却直接说 中共 习近平在对温家宝进行调查 哎 以英文为主 咱先说好了 我英文不好 我英文不好 这事咱说出来 什么事咱得干的滴水不漏 人家就像说的 就像人家说的也清楚 我这都是从公共资源拿资料 你们家脑子有病啊 哪只能拿到温家宝的资料啊你 大伟章 对不对 傅财德从公共资料 只能拿到习近平他们家的资料啊 大家都一把子年纪了 谁跟谁玩 对不对 中央公园的雪 该化的时候就化了 对不对 遛狗的有的是 遛鸟的也有的是 那当然玩法不同 跟北京城的 曼哈顿的这个 这个中央公园跟统子河 北京的统子河玩法不同 但是人的概念差不多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谁知道谁为谁啊 鸽屁一招粮 全都一扯淡 鸽屁一招粮 全都扯淡 鸽屁一招粮 大海棠 是我们小时候说 人一死啊 就全扯淡了 其实不扯淡 全都明白了 魂出来了 灵魂一出来人就死了 一下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明白自己在扯淡 你连这块破肉 你都带不走 你说你在这个环境中 征得的名望 包括你家所谓的普利策奖 能当个毛用啊 能当个毛用啊 就是个笑话 温家宝 这里接着就提到说 在温家宝退休之前 又回到 立刻回到 《纽约时报》原来的文章 那《纽约时报》 刊登了一篇调查文章 后来这篇文章 获得了普利策奖 那北京政府呢 对这篇文章呢 是非 中共当局 对这篇文章 是非常的恼怒 说它是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 它说可能是 对中国的一种 污蔑啊 还是什么什么 但是呢 他们却从来没有 无法能够 对这些 《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告呢 调查报告的本身 能够拿出证据 能够推翻它 要以人家为准 大家明白了 这篇文章 当讲述 段卫红跟孙政才之间的 有可能的关系之后 他的一切基础 就是段卫红被抓 他没有 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奇心的东西 说段卫红被抓了 而段卫红设计了一桩买卖 是08年的 而08年 当时呢 跟孙政才有关 然后转过来 大篇幅的回到温家宝 回到习近平反腐跟温家宝头上 这篇文章是这么来的 谁都会写这东西啊 这东西 如果这么写 谁都会写 他说根据中共高层的一些官员的消息来源 哎 你这么说 根据中共高层的消息 什么叫高层啊 什么叫高层啊 他说 他说温家宝应该是把他的自己的和家人 他说根据高层的消息来源 温家宝以及他的家人 现在都应该是遭到了中共上层有关反腐机构 党内的反腐机构或者某些法律上的一种约束 意思就是温家宝家人呢 应该是受到了 今天已经被习近平掌控在手里了 就这么说吧 完全被习近平控制了 应该是这个 他说 但是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无论从国家司法角度 还是党内的党纪角度来讲 习近平是支持温家宝的 那习近平是支持温家宝 他说可是呢 习近平呢 他说在过去几年 在过去时间里 习近平跟中共党内的重量级对手 进行相互较量 特别是习近平陷入一种被暗杀 被谋杀的这种相互较量的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敌手 重量级敌手 这里面主要谈到的是周永康 主要是谈到周永康 我还是说那句话 跟人家要以人家的报道为准呢 所以他的报道方向是指习近平今天的反腐呢 走上了中共最上层 因为如果要真的把温家宝抓了 那就是那是等于抓了前任总理 对吧 他这么说的 所以对比习近平对温家宝的态度 然后他拿出了周永康 而这个对比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扫黑除恶 在中央电视台 在国内的宣传中 冲的是周永康 举的例子是周永康 那傅财德跟大卫章两个人中文都很好 所以他们在举例子的时候同样用的是周永康 而周永康涉嫌暗杀过习近平 这是事实 对吧 然后他说周永康与温家宝 在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当中同时未官 那而且呢 应该是中共上层最具有权力的人 那而只是当时的温家宝跟周永康呢 都面临着同一个规矩 就是65岁 在政治局常委65岁要退休的规矩 那这里面他都是 这个话在文章写成就把周永康跟温家宝拴在一起了 如果这么拴的话 拴着拴着变成周永康跟温家宝是一伙的了啊 这个这个他文章是这么说啊 那文章里接着描绘说 新近平应该是已经抓捕了一些在这个国家里最富有的人 最富有权力的人 在政治上可能对他威胁最大的人 或者影响到他的一些政策的人 已经被新近平干掉 这里面他没指谁 那其实包括吴小晖 包括这个肖建华这些人都有着类似的背景 因为他这里面对等的是指段位红 所以段位红的身份就像当年的吴小晖肖建华啊 是像这些人 然后他提到说 段位红本身应该是在中国环境当中是一种最富有的 拥有权力的人 最富有的和拥有权力的人 但是呢 在去年九月份他开始消失了 他去年九月份消失了 而去年九月份呢 原因就是在北京应该是有一家酒店 和一家专门经营意大利奢侈品的市场 意大利奢侈品的市场 在这个酒店应该是段位红的 而在这个酒店开张之前 段位红却消失了 段位红却消失了 那这个酒店是起的是意大利人的名字 他说这个酒店呢 应该是在这个著名的 应该 我看起来应该是北京的东城地方 他说是在使馆区 那是北京城最奢侈豪华 最富有发展潜力的一个区 那而段位红本身呢 就是要在这种高阶层的环境中 而这个酒店是一种豪华高层酒店 而里面呢 却有一个新的比较特殊的博物馆 艺术博物馆 那而这艺术博物馆本身 是一个著名的日本人设计的 日本的著名的日本的一个艺术家设计的 他解释就是现在的段位红 被抓之前在北京的一个项目 在北京的项目 那与段位红有着生意往来的一个消息来源说 段位红的消失的时间大概在9月3号 而距离这家酒店开幕的一个活动呢 几个星期前 几个星期前 那中共当局的中共当局本身呢 他说中共当局本身在几个星期前就把他抓了 一些段位红的雇员而且也都消失了 同时被抓 他们说呢 说这话的人呢 应该是来自于与段位红合作的 合作开发这家意大利人式的酒店当中的 意大利人讲出了这件事情的真实 讲出了这件事情的真实 那我们就无从考证了这没办法说了 段位红是出生在天津应该是 出生在天津 那他自己呢 他自己呢 原来是在一个国营的房地产公司 那后来在四十 他说后来他在他四十岁的时候 开始自己的买卖 四十岁 零九年 现在四十九岁吗 零九年 所以他这里面 转而大篇幅的介绍段位红 段位红 在纽约伦敦都买了房子 那个而且有自己的基金会 那而他的基金会呢 主要集中在教育和艺术上 在哈佛大学 他有一个项目是被他资助的 是被段位红资助的 那应该讲 应该讲说那是很有名了 那段位红很有钱了 我这里没注意到他到底有多少钱 然后提到段位红跟温家宝家 跟温家宝亲属之间的关系呢 起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那我就不知道 他刚才他这里说的段位红做买卖 09年才开始 那而跟温家宝之间的关系 家族之间关系是在二十年前 按照他这个说二十五六年前 因为他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 一九九几年 在当时 当时的温家宝已经是中共上层 他应该是国务院副总理 温家宝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 根据段位红公司的记录 段位红在当时建立了一系列公司 而这些公司却与温家宝的母亲 温家宝的母亲 以及他的女儿和他的兄弟有关 我估计他写错了 应该是温家宝的儿子 他原来2012年的文章是写的温家宝的儿子 但这里写的是温家宝的兄弟 那其中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 有些公司呢 其中一个调查报告显示 他叫新哈瑞森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是跟温云松直接相关 也就是温云松曾经掌控的资本市场 资本公司是段位红出资的 是段位红中间有股份的 与此同时段位红还帮助了若干个温家宝的家属 包括他的温家宝的母亲 以及他们相关的母亲那一家的家属 那在他的帮助概念呢 就是说 从平安保险获得了大批的股票 平安保险是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 在他的股票上市之前 07年 07年是股票上市 在07年的时候 他们获得了这个股票 而这些股票呢 后来卖掉了 大概价值 他说现在价值60亿 在2012年的报道时 说的是27亿美金 那篇文章报道是27亿美金 2012年段位红呢 在调查当中 跟这个纽约时报有过面试 有过面试 有过访谈 段位红呢 与温家宝的妻子和家庭 温家宝的妻子的家庭 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与温家宝的妻子共同开设了很多公司 使用了他们的名字 那段位红说 是他借用了他们的身份 来隐藏段位红自己在 在这个平安保险的财产 这个说法 在当时 在当时的 2012年的纽约时报 也有着类似的说法 那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概念 对吧 温家宝家里面的家人 委托一个生意人 是帮助生意人段位红 来隐藏他的资产 这是说不通的 在我调查 在我调查彭博社的时候 在我调查这个平安保险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写这些东西 他说 与我个人的关系 找到了其他人 而为了能够把这些钱能够守住 这里面都是大篇幅的在讲 重温了 后面这部分 大篇幅的重温了 2012年 温家宝 纽约时报报导温家宝时的内容 重温了那些相对内容 但是呢 他是以段位红接受 纽约时报的采访时的话说的 而那个时候的纽约时报采访 应该是大卫章 因为 但我没有查细节 因为那篇文章就是大卫章一个人写的 那篇文章的落款只有大卫章一个人 那这篇文章是大卫章跟傅才德共同写的 然后提到2003年 北京获得了08年奥运会的项目 要举办项目 那这个时候 段位红成立了两家公司 而这两家公司里面呢 主要去争取在首都机场的一块地皮 那这是我们当时知道看到的那故事 在这个时候要想拿到这块地皮的时候 我们知道必须要跟当地政府有关 而那个时候应该是孙政才在其中 可是这个报道里说 在有关机场项目中 温家宝的亲属也是共同的投资者之一 这里提到了 提到了这个温家宝的女儿 应该叫温云超 是在相应的公司当中有着她的名字 而她的名字用的是假名字 叫莉莉晨 用的英文的名字 但信用的是晨 C H A N G C H A N G的晨是香港人的拼法 不是大陆人的拼法 她用了同样的名字 在运作着其他的一些 她用着同样的名字 就职在摩根财团里面 06年到08年 而当时摩根财团每个月 给温云超 七万五千美金的工资 这种做法是比较共同的做法 不仅仅是温云超 不仅仅是温云超 那在2011年 新加坡的一家公司 获得了一个 在机场项目 获得了一个价值400亿的 400亿的一个项目 这里面应该讲的是美金 应该是讲的美金 她说段卫红呢 她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发展者之一 那在那个 同时她有着 在那个附近地方应该是盖了一个酒店 超豪华酒店 她说在最近的一些 在最近的十年里面 在中国段卫红的消息 她说相对来讲很少 相对来讲很少 最后结束 那温家宝 有关温家宝的内容 她拿到东西不多 那而中共官方媒体显示 那温家宝同样 在今年的十月份 也就是政治局常委的会议当中 她温家宝出席了中共十九大的会议 那而在香港的报纸里报道说 那在星期 在星期一 应该是这个星期一 温家宝出席了一个 而这个死的人呢 是原来中共官方上层的一个 专门给高干看病的一个医生 那我不知道是谁死了 她这里说的整个报道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 那她的文章结束的方式是说 她的意思就是温家宝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尽管去年段位红被抓 尽管整篇文章讲的是习近平可能会目标盯上了温家宝 可是温家宝到现在还没事 那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结束 我再重申 所有内容以她的英文为准 不能以我自己这么口译的看着这么说的为准 不能以我这为准 但我个人觉得八九不离十吧 大概八九不离十这事不好说 八九不离十五七不离八吧 五七不离八 那她的文章的风格跟文章的来头 有着她明确的目的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文章的风格跟她的文章的来头 有了她自己的目的 她的目的打上了温家宝 而在打向温家宝的过程中 却直接挑起了习近平跟温家宝之间的关系 而这种挑拨的关系 她的背景又认同 温家宝曾经对习近平有过相当大的支持 而习近平对温家宝同样有着相当大的支持 那也就是说 习近平有限的能够靠得住的政治阵营中 已经出现了裂变 已经出现了裂变 可是她为了写这篇文章的 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 是段位红被抓 来自四个来源 而段位红被抓的可能的原因 是08年的项目 而08年的 08年在机场的项目 而08年的项目 却跟03年的北京奥运会有关 而这期间 孙政才却一直在北京 这期间孙政才却一直在北京 可是她文章却没有转向孙政才 因为里面她讲得很清楚 其中的一个消息来源说 段位红被抓 应该是跟孙政才有关 而不是温家宝 可是傅财德跟大卫章 没把目标放在孙政才 跟段位红之间的关系的调查 却把她2012年的旧文章的内容 再次充实进去 把目标放在了温家宝身上 我不相信这篇文章再会获得普利策奖 第一 第二 那温家宝财德跟这个 跟这个大卫章呢 两个人呢 他的报导 报导中国政坛的风格 特别是相关 与江泽 特别是与温家宝 习近平相关的内容 他们绝不触及点名到 江泽民和曾庆红头上 傅财德在去年的七 大概七八月份 就是去年他采访郭文贵之后 拿出的那篇文章 他触及到曾庆红 他里面意识到 那郭文贵跟曾庆红之间的关系 但是 那个东西一闪而现 那郭文贵当时 对傅财德那篇文章 绝不买账 那是不买账 所以傅财德本来是郭文贵 号称的 世界记者大会当中的 主要的参与者 那后来这东西什么都没了 都是个炮了 什么都没了 不管那人家的事 瞎扯蛋 都人家的事 那我想说 我们只谈傅财德在这篇文章里 再次回到了他原来的风格 可是他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但是方向性很强 在我眼睛里方向性很强 他回避江泽民曾庆红在其中的位置 只字不提 打击温家宝 这是他的概念 烧上习近平 那意味着什么 一个意味着 在他们的真正的消息来源中 已经没有相应的消息了 那当获得段卫红的消息之后 按照他们惯有的方式写出了这篇文章 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写出这篇文章 而这习惯的方式是受制于当年05年 他们分别在北京上海时的工作状况有关 工作关系有关 2012年他那样的报道风格和方向 这篇文章受制于当时的报道方向和报道风格 以及报道背后的真实原因 那另外一个可以解读的就是今天习近平在沉下来 习近平思想进入要把习近平思想进入宪法 在过年前下礼拜就过年了 没有再过一礼拜再过一礼拜就过年了 在过年前那傅财德跟大卫章出于某种原因 集中力量打击今天的习近平 温家宝 那你只能这么说了 因为他的内容上很多都是他们认为的 而这个概念远远不像他2012年的文章 却借用了2012年的文章 而他的概念他的方向性太强 对吧 孙政才讲了那么多不谈孙政才 大篇幅的谈温家宝 可是温家宝之间的我们刚才的故事就在这儿 如果按照第二他真是第二个概念的话 那也就是说今天的习近平呢 在他没有被曝光的操守做法中 再次跟他最大的敌手之间呢 应该是有着一种根本性的冲突 就是冲突爆发 促使这里说的他的几个消息来源 拿出了出现了这样的消息 来促成了纽约时报登出这样的文章 那只能反映呢 在时间的背景之下呢 中共上层的这种权斗 就是习近平对垒江泽民曾庆红之间 再次把温家宝抬出来 成为打击习近平的手段之一 对他们的对他们自己核心的力量呢 进行拆败党 那作为纽约时报能够尽力的 作为纽约时报的这样的记者 能够尽力的也就是这些 所以我说的意思 他拿到的真材实料很少 通篇文章是大篇幅的炒米饭 但是目标性很强 从而促成了我刚才的那一番话 瞠目结舌2018 谁瞠目结舌呀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